2013年11月23日 中国国防部宣布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不影响有关空域的飞行自由 公布当天 中国空军进行了首次空中巡逻 并接近钓鱼岛空域 日本防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升空 进行了所谓的跟踪和监视 11月25日晚上7点 美军两架B-52远程轰炸机 进入中国新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事先没有知会中方 11月26日 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宣称 这个防空识别区 是中国单方面划设的 我们不会承认这一识别区 美军飞机在照常飞行 没有任何变化 当中国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时 我们就明确表示 美国将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军事训练 是谁在不断地激化矛盾 又是谁在破坏地区安全 我想国际社会自由公论 12月2日至7日 美国副总统拜登先后到访日本 中国 韩国 就此次所谓东亚危机 进行外交斡旋 这不是我们设立完这个防空识别区 日本就有意见 因为世界上除了那种和我有利害关系的盟国以外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认可你防空识别区 你比方说我们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 那就要求周围相关的国家 你的比方说这个运输机或者是民航的飞机 从我这个防空识别区上空过的时候 要通知我们一声 要告诉中国一下 就算我们这是民航飞机 要在你这个识别区过去了 这个东西就是彼此默认 强调自己的主权 所以说你成立一个防空识别区 当初美国设立防空识别区说 得到过别的国家承认吗 他问过别的国家吗 没有 日本设立防空识别区说 除了和美国通了声势 他问周边国家了 说征求中国同意了吗 也没有 所以这个防空识别区是一种默认 他不是在国际公约框架之下 双方认可的 不像说你这领土领海领空 那彼此之间都认可 防空识别区是个单方面的权利 每个国家都可以划定 承不承认呢 根据双方国家 他这种态度和立场有关系 你对于美日的防空识别区 我们的军事目标也不承认 对我们这个防空识别区 美国也表示不承认 这个呢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因为这是国际上的通行惯例 前一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到日本访问 在这个敏感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特别希望拜登 能够出台一个日美联合声明 就不承认中国这个防空识别区 可是没想到呢 拜登呢 没有管日本这个要求 仅是大面上呢 搁含糊其词的方式呢 把这事说过去了 然后接着拜登又到中国来访问 没有把一些激烈的东西带出来 这说明什么呢 美国非常顾忌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它和中国也存在着 现实当中的互相需求 它不希望让一个防空识别区就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 这不从侧面一样反映了中国本身国力的强大吗 现在在世界上大概有20多个国家设立了防空识别区 我们周围很多国家 你像俄罗斯 日本 韩国 越南 印度都有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那作为国际上头号强国 美国它的防空识别区比谁都大 而且甚至和加拿大呢 等于它的盟国之间呢 形成了一个连到一块的 非常庞大的防空识别区 那么这个防空识别区呢 它的确立呢 主要是两个原则 一个是需要 一个是能力 从需要讲呢 就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必要设立这个 你感觉周围的国际形势很错综复杂 随时有可能受到威胁 那么你就要设立这个 这是一种需要 再一个能力 你设立完了 你又没有能力维护 你像日本 它的防空识别区也很大 可是呢 它就轻易不敢把防空识别区 射到跟俄罗斯有领土纷争的 北方四岛上面 为啥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日本有所忌惮 就说如果你设立完了 没人拿你当回事 这意义也不大